挂礼于期是日本的习俗 始于江户时代的五家端午节 时间是农历的五月初五 但由于日本政府在1873年后停用了农历 时间就被调整到了相应的公历日期 后来在端午节的基础上 衍生出来另外一个节日 子供之日 也就儿童节的意思 在1948年被日本政府定为法定节日 所以每年这一天都会有很多家庭挂上礼于期 而不同的礼于期代表了不同的寓意 你想知道吗 咱们下期接着聊 我是师父小冲 点赞转发这条经理会给你带来好运哦